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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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外国的东西进入清朝 而慈禧当然也并没有让他们失望 在遭受了圆明园的损毁之后 很快就和他们签订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 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后 自然不会产生毁灭清朝的想法 所以并没有进一步毁坏紫禁城 而紫禁城是大清的象征 如果对这个地方也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势必会让慈禧不再屈服 并引起清朝百姓的反抗 如果慈禧居住的宫殿遭到了破坏 就会造成慈禧的反抗 而紫禁城如果被烧毁 相当于直接灭亡了清朝 这些侵略者们甚至这样做 是拿不到任何的好处的 于是他们就将目光放在了圆明园 将这座侵住了清廷大量心血 修建而成的圆明园毁坏之后 慈禧一定会立马与他们签订条约 而侵略者们的目的自然也就达到了 不知关于这件事情 大家的想法如何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